文章摘自《我的奶奶康克钦》作者朱和平 文章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亲全请联系删除 1929年3、4月间常听音飞草场 一拍春光 因为这是在红军两次战斗间相对平静的一段日子 城里呈现出了一种少见的热闹与繁荣 朱德、康克钦夫妇朱德和康克钦的婚礼 在新庚别墅的军部里举行 康克钦白天照常出去工作 只是比平时回来的要早一些 没有八台大叫 没有敲锣打鼓 没有大乡小包的陪假 没有民边放炮 康克钦随住增至走了 所以走也不过是从新庚别墅的东院 搬到朱德所住的西院 七距离也不过是几十米 朱德的住处是两间一名一案的房子 外边的一间是办公室兼会客室 里边的一间是卧室 几个女兵跑进来 叽叽喳喳的笑住 闹住 平时康克钦同他们又说又笑又打又闹 可这时真有点难为情 突然不知谁喊了一声 看朱军长来了 新郎官来了 康克钦抬眼看去 朱德真的走了进来 跟在他后边的是毛泽东和鸡卫 红军的首长 永远是那么爽朗的陈毅 用他那特有的大嗓门 和浓重的四川口音说道 朱军长今天荣光焕发 我陈毅当然要借光虾酒楼 新娘子 你说要得要补的 你要小的 是我把你带进红军队屋里来的 你同朱军长结婚 我陈毅是第一大公优 你要不要多敬我鸡杯酒 毛泽东只住 陈毅笑住说 你陈毅就是喜欢耍 你看人家江西妹子都害羞了 哈 大家都笑起来 朱德看后帝笑住 用他那挺有的 这次打夏天舟 后同每个战士一样分得的四块颜粮 又向警卫战士 借了几块钱 叫人买了几个管头鸡金酒 算是结婚给大家摆的戏面 夜深了 大家看去 屋子里只剩下朱德和康克卿两个人 朱德拿出一个纸包 让康克卿打开 说贵秀 这是我们结婚的纪念品 两枚金戒指 你收下吧 都参加革命了 还讲究这个 康克卿微笑住说 反正已经买了 你就保存住 也许以后会有用的住的时候 朱德悄悄问 和我结婚 你是不是有石膜担心 别的倒霉石膜 康克卿说 我只担心 会不会影响我的工作 那当然 朱德说 要革命的妇女 就不能当瓜太太 当瓜太太就不能干革命 这样好了 平时你还继续干 你的工作 必要时还可以和女兵们吃住在一起 如果不是打仗 你只是星期天回来住 好不好 康克卿愉快的 羞涩的点了点头 就这样 他们开始了漫长的革命伴侣生涯 无论是风和日丽 还是狂风暴雨 无论是一抹群众热烈欢呼赞颂 还是急流 对浪反复无形的冲击 他们的感情始终坚如弹石